電梯就會被同意 對 他現在大概兩件事 我只會應該今天只能先同意他這個 搶救挖掘計畫的部分 那至於那個外型 當然他下次報告完 如果老師有意見 也可以請他們再修正 對 他未來這個電梯的位置 跟我們這個挖掘的計畫 會不會關聯 會不會影響到 OK 那如果這樣情形 我就建議 就是說今天這個 搶救的發掘計畫 如果沒有其他的 這個重大的變革建議 我們還是給他通過 那但是 未來這個東西會併同電梯的開發 那麼剛才突發局講的也很對 周邊都在做相關的規範 那我們在知三言部分呢 也不可能做規範 可是他又不管這一段 又要定同有一樣的水準 那剛才又提到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宮廟如果能夠提出 來做說明 就是說也許我們可以 在這個發掘的計畫之後 或者同步 是把這個稍微整合一下 就未來可能不是風雲處提供地就可以了 就是說 我們的電梯初步的規劃 可能前提還是要發掘計畫的結果 那但是就是說 配合周邊的這些規範 跟我們在知三言 怎麼能夠 不會有相關的矛盾地方 我們內部先做個整合 那這個過程可能可以請我們這個廟房 來一起來參與好不好 那這樣的話就給他 那這樣的話 我們等這個發掘計畫出來 你們這邊也出來 我們同步再提這個委員會 那這樣就可以同步說 這個發掘的結果 跟我們這個電梯的設置 就是他的核心或幹什麼 因為剛才這個黃教授也特別提到 萬一真的不行 這個電梯可能還是要有所遷移 其他的居民 剛才提到所謂搶救發掘 搶救發掘是這個電梯一定要做 在做搶救發掘 可是我們現在不見得 一定要在當地 就是你發掘完了以後看結果嗎 還如果說根本就不適合 有這種可能嗎 那個是只是評估 那不叫搶救發掘 那還在評估階段 剛剛講的意思是說 一定要挖那個地方才要挖去 如果已經已經視覺過了 一定要挖那個地方才要 電梯一定要坐在那裡 所以但是剛剛那個明講的 就是應該要先決定 確定之後才決定要不要挖 應該登到過來 我一直在想就是這個電梯 剛才有一個他說 有一個這個 這個無障礙的一個國體 那是不是想辦法改良那個部分 這個地方就不要跑去空洞 因為我也沒有到現場去看 對 來這個 這跟結論方向有通過 大概這樣講 如果要坐電梯 經過大概幾個評估 它最適合的地點 大概是在這個涼亭 所以它今天前面才會請他們先去挖挖看 那挖了幾個坑以後 大概現在剩下兩個地方 是比較有疑慮 所以希望把它 徹底的把東西取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當時是覺得有必要新建電梯 然後選擇最適合的地點 那如果今天 這個地點一定要做 對 如果今天是不要在這個地點做 等於前面的全部的計畫要重做 就是說你要再去找 比這個更適合的地點 那就連搶救發覺都不能做 應該是這樣子 好 好 選項基礎 各位你們有什麼建議 可以再發言嗎 可以啊 謝謝 那就是剛剛應該有些釐清了 就是據我所知 因為之前那個國定遺址漢本的搶救 我們也有夥伴參與了 那我是想說 不管是在限定的階段 或是在國定的階段 事實上如果你要審 就是文化行政機關要審 那個搶救發覺的計畫的話 都是要先確定說 他到底有沒有發覺的必要 以及他到底要發覺多深 這是一個非常嚴謹的過程 所以我是建議 就是如果我們不知道電梯的設計 以及電梯的設計 可不可以再有工法的變化的話 這個搶救挖掘計畫是不應該通過的 對 程序上應該是要這樣子 對 那麼包括在宜蘭省和本遺址的經驗 那個文資委員都還會要求 就是工程單位必須要把所有的 他的通盤的幾種方案都列出來之後 才能來確定如何是最小的破壞 對 這個是提供給各位委員做參考 好 謝謝 來請 這個問題有點像季生蛋單身體 對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我們剛聽他們報告 基本上劉老師他已經做過電梯的探討 然後決定這個地方是破壞最少 對 事實上我們我想考古專家也知道 他這個在一個邊波 邊波充其量它只是一個倍種的移植 他絕對不可能有結構物的種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我們發掘 他現在做考古發掘的話 他只是做將來電梯設計的一個基本的依據 比方說他電梯他基礎最深 或者超過多少 否則沒有一個基本的依據 電梯設計還是空的 所以我個人還是贊成分成兩個階段的考 那現在是搶救挖掘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我想劉老師他已經做了 哪些團結都可以 那在這個地方搶救挖掘 他挖出來的只是破壞的 一些背景的 以及這一些東西 然後電梯設計 就要根據我們現在挖掘的結果 我想劉老師一定會給他們一些建議 他的基礎深度不能超過多少 怎麼樣做做法 不能夠在施工階段 他如何無期破壞他的一致 我想這應該劉老師他們做的建議 那至於這個現有的一個無障礙的坡道 我有走過 對老人來講實在是 不是很很 不是很人實 我們講那個官室台階 就將近有一百多階嘛 我記得好像一百多階 兩百階好 兩百階好 兩百階 所以你看兩百階的坡道 你那個坡道要去鬥一圈子要鬥鬥鬥鬥鬥 都好遠 我想將來台灣已經是一個老人化的 這東西還是要去思考 以上 看法 謝謝 他那個原先去設計在這裡 包括剛剛周老師講的六十或六四 都是希望那個電梯裝得下就好 用那個最小範圍去講 所以當初我就想 現在第二個問題 就是剛剛薛老師也講 他是 電梯上來以後 他在地面層以上 他跟那個枝山岩的景觀搭不搭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第二層面的問題 那前面大概討論在這裡 其實下次也可以更清楚的講 我覺得建築師沒來不太對 那因為這個涉及兩個層面 所以他今天只有挖掘的團隊來講 所以這樣有感覺嗎 我是稍微擔心一點 所以六十平方公尺的範圍內 是確定裡面都是碎片 還是沒有什麼東西嗎 假定發現了有重要的東西 那怎麼辦 所以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發現我們分兩段處理 剛剛建議就沒有問題 理論上 剛才薛老師講的 雞生蛋單身機 那也要有發掘才能做未來的規劃設計的基準 那如果 有您剛才提到的重大的發現 那這個 所以我們分兩段就是說 今天我們同意這個申請書 發掘的申請書去進行 但是我們大家彼此要這樣共識 發掘了以後如果有重大變得 意思就是今天第二段並沒有通過 電梯的設置 那可能我們還要再一次的這樣 那如果大家同意這樣的方式 那就OK喔 可以嗎 要不然定不了案 你今天要確定 你沒有發掘我看定不了案 但是今天也不能跟你定案 這個電梯的開發 那電梯就同步 在發掘出來之前 跟都發 跟文化警官 我們先做一個統合 外部 周圍的規範 跟赤山岩的規範要同步一致 那包括你跟他講的 出來搭不搭 周圍的規範 主席剛剛那個黃老師講的 我想陳大師幫我們回答一下 那個 黃老師應該問另外一個 因為現在的判斷是 只有一些比較 碎瓦片或怎麼樣 他這個範圍是滿大的 60平方公尺 那如果真的挖到其他的東西的做法 點的探測 我懷疑是不是有全面性 假電梯的60平方公尺 老師建議他們還要讀什麼樣的程序 因為他們現在的發現是好像沒有 陳大的團隊可以說明嗎 就是我們剛剛大家有看到那六個點 因為我們是已經算是平均的去鑽孔了 那鑽孔結果是只有第五孔跟第六孔那邊有東西 那其他一二三四其實我們下去就是干擾 干擾之後就是乾淨的塗 就是表示那個文化才已經結束了那個塗色 然後再來就是打到他下面有一個研盤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們才會判斷說 他其實文化層保留的就是在至少在這塊 這個梁亭這個區域裡面 就是剛剛說的那個60平方公尺這個範圍裡面 這邊這半邊應該都已經沒有東西了 就是以專探的結果來說 因為我們有看過他其實這裡還有一個步道在 所以我們在猜當初在蓋涼亭的時候 這邊其實都已經被干擾掉了 所以文化層其實就專探的結果來說 確實是已經沒有保留了 那最多就只有這個 這邊也是山壁嘛 所以他其實就只有這麼一小塊的地方 那這邊樓梯其實也是在蓋樓梯的時候 應該也都干擾掉了 所以其實大概真的只有這一小塊是有東西 有東西 家庭很要緊的東西在裡面 你怎麼考慮呢 主席我覺得應該還是讓他們可以發覺一下 如果真的像旁邊有一個停車場 當時也要開闢嘛 後來好像挖到人骨以後整個都沒有動嘛 然後把它做那個現地的展示保存嘛 如果真的挖到那個還是要這樣處理啊 就是電梯當然就不能動嘛 對 就是兩階段嘛 好不好 就第一階段先這個同意嘛 好不好 那不要去聯想到第二階段的必然 好不好 那我們同步在這個過程 請這個文化局 召集我們的廟邦都發局 看要哪些單位同步來看 那這些基礎的這些審查先有一個基本 最後再依據發覺的結果 如果OK我們就能力 這樣的話可能節省一下時間 這樣可以吧 環教授這樣好不好 那過程 過程可能多跟這個黃老師請教 好不好 好可以吧 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就這樣通過 今天前半段的這場的話 審議案是七湖籃球場歷史建築 登陸旅遊史查案 提請審議 按由七湖籃球場歷史建築 登陸旅遊審查案提請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十八條歷史建築 登陸廢紙審查及補出辦法 辦理情形 因為之前已經提送過三次的文資審議 所以我們前行的部分請委員參閱 提案資料 那本案是依據第八十五次文資會審議 結論辦理 原則是同意登陸七湖籃球場 為本市歷史建築 那本案頁議 之前新老師的建議再行補充 並請召集人薛琪委員再行檢視後 送本委員會來審議 你辦 有關七湖籃球場登陸為本市歷史建築的 基本資料請委員參閱提案資料 那 登陸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如下 依民國三十八年由王士璇所率領的 資器兵團學校隊代表出賽 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經濟全場 引起香港新報記者的矚目 民國三十八年新報社長吳文虎先生 也是輔標萬金油的老闆 邀約資校籃球隊赴港參加聯誼賽 並提議球隊改名七湖 以降低軍方色彩 前往香港賽球的七湖 共有隊長王士璇 及廖迪行 鄭大光 王志軍 王毅君 霍建平 沈大偉等七人 二 資器兵團移防台灣後 以北投國小部分將士及周遭空地 安置官兵及眷屬 應由隊長王士璇發起 在村中規劃興建球場 球場完成於民國四十年 佔地兩百多坪 包括環繞球場外觀 市以七里安石的十五階看台 以及四個天橋市的入口 又據檢疫夜間照明設備 為當時台灣首座設備完備的露天籃球場地 那個七里安石是七嗎 哦 這個不好意思 嗯 對 都會再蓋 不好意思 為當時台灣首座設備完備的露天籃球場地 名稱七湖球場 台灣籃球運動之難傷 造始於七湖籃球隊 在此期間 常與空軍大鵬隊 海軍海光隊 或國外菲律賓黑白籃球隊 美國哈林隊 龜竹隊等球隊比賽 沒有重要比賽時 不只在地造成萬人空巷 亦藉藉著空中廣播轟動 少一個單 不好意思 直接蓋好了 上了 藍地 藍在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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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的方法處理講 繼續 不好意思 嗯 帶動籃球運動風潮 成為當時生活困苦的軍民 重要精神不畏與寄託 四 民國四十一年總統府廣場的三軍球隊啟用 軍方球隊改變為客難隊及國光隊 七湖球場成為北投當地球隊訓練的主要地點 持續培訓許多國手 1954年第二屆世界盃籃球錦標賽中華隊代表隊 獲得了第五名 1959年第三屆世界盃我國再度獲得第四名 這是中華籃球史最貴黃的戰績 足針 此場域對台灣早期的籃球發展及運動人才培育影響深遠 具運動史上的價值 五符合歷史建築登陸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評定基準 保存範圍包括現存探台及門註 以上提請本委員會審議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要不要先請這個學委員 本來他們給我的資料 我又重新再考證了一下 因為好在當時有學生做這個論文 所以有參考論文 所以這個資料都是從這邊來的 然後這個部分呢 我想最重要的是說 他是台灣籃球史上最重要的環境 那七湖的名稱我也找了很多資料 發現他是 就是無關心 其實無關心 因為他叫做虎標嘛 所以把他叫做七湖 剛好七個名稱這樣 這個很重要 所以他的第一點 他的名稱我也找不出來 特別大的名稱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去把時間發展 很好 好 好 是 非常謝謝 那個 就到兩位委員 那其他委員有沒有 沒有 我們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照這樣的修正 這個規模 好 那非常抱歉 就是 時間耽擱了四十分鐘 我剛才跟新委員報告 說我是沒差別 因為十二點跟市長在議會開另外一個會 但是我還是要拜託 以後我們可能還是要斟酌一下 會議的內容 盡量能夠在這個兩個鐘頭到兩個半鐘頭 好不好 我記得第一次有開了五六個鐘頭 那嚇死人了 好不好 是 主席那個第一銀行有登記發言 不知道他有沒有補充說明 針對這個案子 好啊 主席 我這邊只有一個建議 是因為 他這一個入口門柱 因為我們本地區已經劃定為都市更新區域 那這個入口門柱的位置 好像是在預定道路用地上 我們是建議說 是不是可以把入口門柱 把它遷移跟那個看台的本體 能夠合併做整體保存 這個問題到 主席他那個整體的計畫出來的報 已經用講的年圖面都沒有 OK 就我們原則通過 但是大家講的 如果你們報這個計畫 就我們在裡面 就回來 好不好 原則他應該可以 他跟他講的 都會先過 好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沒有其他聯繫公益 我們就謝謝各位委員 謝謝